大家好,我是懷疑中醫診所吳正義醫師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天氣寒冷 筋骨的相關的中醫保養 那因為最近到了11月天氣也慢慢的轉涼了 許多人就會開始覺得四肢痠痛啊 肩頸僵硬或者是腰痠背痛 而前來眾醫院所需求中醫師的協助 那這些原因有可能是包括像早晚溫差大 那這種因為早晚溫差大呢 會讓你的身體經過熱脹冷縮 而且在短時間內就有這樣的現象發生 一下子適應不然 可能就會所謂的肩頸僵硬 腰痠背痛 那第二個呢 是因為時不時還會有下雨 那如果說空氣中的濕氣比較重的時候 他跑到身體裡面 你會覺得身體很有沉重感 甚至僵硬提不起勁 那這時候呢中醫可以怎麼樣的保養呢 第一個我會建議大家說 時常對於如果你比較痠痛的地方可以多熱敷 熱敷可以包括像手腳可以用泡腳的方式 泡手的方式 那如果說比較泡不到的地方呢 平常你可以用吹風機來回的 像循著肩膀到前臂這樣來回的吹都可以 那另外一方面呢 可以如果說比較不舒服的時候 可以做一些簡單的伸展操啊 或者是瑜伽的靜態的伸展活動 那最後呢其實像中醫有許多針對筋骨痠痛的治療方式 包括中藥啊 針灸 拔罐 推拿等 所以如果說大家對於筋骨痠痛 不知道怎麼辦的時候 也可以歡迎到就近的中醫院所尋求中醫師的專業協助與治療 歡迎中醫診所 我關心你